不曾想啊 马云也有为钱所困的时候 你能想吗 假人们的 不要慌不要慌 人家不是嫌钱太多 而是在1992年 那个时候还是英语老师的杰克马 被很多人呢 邀请去当翻译 当时他心潮澎湃 心想啊 干脆出来当老板吧 于是乎呢 创办了海博翻译社 但是创业不易啊 没钱周转 那就找银行贷款呗 可问题是屡次被拒 人借个三万块钱 死活不给借 为了三万五万块钱的贷款 我把我们店里面 所有东西都拿去抵押了 还脱了很多关系 根本就拿不到钱 经历过那年头的人呢 都知道 大企业借个几千万一眨眼 小企业借三五万呢 请客送离再等仨月 所以啊 当年被银行拒绝之后 这马老师啊 想那我也开个银行算了 当时呢 他银行没开起来 到时候为了生活所迫呀 背着麻袋去一屋进货 卖鲜花卖礼品 又做了一年的医药销售 开银行这事呢 马老师后面再也没提过 但是转眼 到了2015年 这个时候 马老师就感觉啊 这天晴了雨停了 我又觉得我行了 哎呀 把会儿腰 想起来 当年在银行吃闭门根的那段心酸事 于是乎呢 来劲儿放话 开个银行 霸气外露 从此啊 银行界就多了一股泥石流 叫网商银行 很多家人就问了 说这泥石流什么情况啊 哈哈哈哈 跟大家说一说啊 其他的银行在乎盈利 这家银行不考合适多少钱 其他的银行在乎大客户 而这家银行 只服务那些传统银行不待接 或者看不上的小商啊 小贩啊 小企业 给他们贷款 目标呢 五年服务一千万家 当时很多人都懵了 这完全不爱套路出牌啊 你想啊 这银行给大客户贵都还来不及 还服务小客户 这大企业都未必有信用啊 这楼下那什么鸡米饭呢 打印店就有信用了 这小老板欠钱跑路的不少啊 你们家银行怕不是冤大头吧 啊 你不在乎钱 可以把钱给我 我在乎啊 家人不要激动 不要激动 来来来 把钱包放下 你们也没钱 那最后结果怎么样呢 五年之后的现在 这家银行一共服务了 两千九百万家的小微企业 而今天上半年 这么特殊的情况 小老板的这些手信率啊 也能达到百分之九十八 这么说吧 干啥第一名 就是挣钱不太行 也就是其他那些大银行的一个零头吧 那有家人又说了 既然这个银行这么与众不同 那我可不可以 问他们先要贷款 然后我少缓点呢 哈哈哈哈 假人呐 信不信人家唱小白船给你听啊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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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财心 十五星 记得点赞加关注